Hello 大家好 就想說一下 知識多時煩惱多 其實 像報紙啊 雜誌啊 新聞啊 包括各種新聞啊 娛樂新聞啊 政治新聞啊 其實我們都不必要主動去 找去看 因為我們 也並不能解決什麼 可是如果我們去想它 它就真的會存在 我們如果想世界 是有災難有衝突 那世界就是有災難有衝突 我們去想世界上 每天有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有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呢 我們盡量不要主動去看那些消息 因為我們還沒有辦法 做到如如不動 真的一些消息來了 我們會想會念 還會去琢磨 我們在我沒有修好之前呢 還是不要去看了 比如說我個人 我不看報紙 也不看 也不看雜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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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是會看到一點點啦 但也是有朋友在 或者說 嗯 有什麼任務要去裡面找什麼東西的時候 所以呢 嗯 嗯 如果你能夠 嘗試一段時間這樣的生活 等你回過頭來 你會發現那段時光是非常的美好的 乾淨的 清淨的 你會非常喜歡那段時光的 加油